欢迎回来 昨天晚上有一位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自己下午去ATM机前取钱时 发生了令她心惊肉跳的一幕 晚上11点在仙市南腰头西区 记者见到了小刘 她说自己下午在眼前这个光大银行ATM机取款的时候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输入密码的时候 然后这个手就是刚要去按密码的时候 然后突然就有个变 半天没有缓过劲 因为我身体整个是麻了 从事发后拍摄的照片上看 小刘右手大拇指和无名指的指甲盖都已经断裂 血流不止 小刘赶紧在朋友的陪同下 到社区的医院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晚上见到小刘的时候 她的右手大拇指和无名指已经缠上了厚厚的纱布 我经常不是在ATM上取钱吗 但是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带电的事 今天上午 记者在光大银行取款机前见到小刘 她说早晨依旧有人来这个ATM机前取钱 大家却没有遇到和自己一样的遭遇 到底这个机子有没有电 记者首先用电笔 小心触碰键盘上数字按钮的连接处 果然显示带电的信号灯亮了起来 表示有电 随后记者将电表仪器一头接触地面 一头放在ATM机金属按键上 表上显示电压为175V 随后记者联系了光大银行 没过多久 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分行电子银行部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银行的工作人员称取款机漏电可能是人文因素或者是静电所致 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得调查取证 现在工作人员将ATM机关闭 避免再有客户取款时遭到电击 取款机为何会产生电机的现象 专家认为一取款机出现问题或机器电线老化 欲阴雨天容易漏电 二可能就是人体本身所带的静电 在人手接触取款机的瞬间产生了电流 使人产生错觉 以为是取款机漏电 三当初安装时少埋了一根地线 取款机没有接地造成漏电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专家建议ATM机相关单位应该定时对取款机进行检查 以免对取款人造成伤害 银行的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之后发现 竟然是有人将水倒在了ATM机的案件上 导致漏电造成了意外 目前这台ATM机已经停用 真是危险无处不在